現年34歲的吳亦坤坤哥一直熱愛日本文化 除了取得日籍主播嬌妻奔口愛子之外 2020年他開始學空手道 亦都有去日本深操 日前坤哥就在IG分享喜訊第一次參加 第13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拳大會立即奪冠 真是想不到他唱得又打得 唱作歌手力俊一直對唱歌有濃厚興趣 他在香港中文大學 州讀數學及數學教育商主修的學系 入行之前起不少比賽都得到佳職 正當準備出道的時候 爸爸突然離世 所以他去了直資的中學教數學 力俊曾經在訪問中透露 因為做老師的關係 某些創作的題材不可以寫 而某些教步錄的衣服也不可以穿 就算他之後轉了做part time的老師 但壓力都沒有小過 他也積極起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不過近日他就在社交平台說 自己不被學校續約 正是每天在倒數教師的身份 他坦然最失落莫過於 沒有了與學生相處的空間 他說自己過往 可能真的未完成到 學校中眾人的期望 沒有辦法做到完美稱職的老師 他會好好反省 他並不想放棄 因為除了喜歡做音樂 他也真是很喜歡教書 姜麗文和老公柏豪 原定20年結婚 但因為疫情延後 22年才在美國洛杉基簡約行禮 而家人當時只可以透過視像參與 而最近姜麗文就在社交平台分享喜悅 原來和老公在香港補辦園婚禮 想中一念幸福 其中跪下針茶的時候 新娘子也能忍眼淚眼濕濕 榮勝樂苦的長輩就笑到四萬感口 而叔叔姜大衛和李琳琳也有現身 慶茶場面感人溫馨 周啟生早前評擊某歌手 做中年好聲音2的評判 是完全沒有水平 雖然他在文中沒有指名到性 但很多報道都說 周啟生說的是楊千華 一前他出席王夏衛舉辦的晚宴 接受我們訪問時 提到中年好聲音2這個節目 他就說 那些節目就不用怎麼提 那些節目當然是搞笑的 你只是中年好聲音三十幾歲又中年 六十幾歲又中年這個已經 我不會看這節目的 是否至於早前那些 無謂的爭拗 是廢話來的 唱歌評判不懂唱歌 怎麼做 怎麼評判啊大佬 醫生不用懂醫人 這些完全是廢話來的 我沒有爭拗的餘地 做記者用不懂寫字 那渣姐色盲行不行 當然不行 看紅綠燈 其實這麼簡單 沒有搞笑了 認真真做事 大家 這個節目是玩的 我說明我這個節目是玩的 沒那麼認真 差事就算了 如果你說要扮專業 就要專業 那無論如何都好 做回自己的崗位 這樣批評這個節目 怕不怕有人生氣 那有什麼問題 我在TVB出身的 一九七幾年 一九七八七九年 TVB七九八年 我忘記了 兩次拿國際紐約電視電影音樂大獎 《Miss Hong Kong》都是我做的 《象電》《象墓》《象春雷》《張天愛》《鄭少秋》 全部歌都是我做的 當時我幫輝哥 輝哥哪有空 全部是我做的 那誰生氣還是不生氣呢 我們為了一件事 好還是不好 已經轉型為KOL的陳凱琳 近年經常以性感的形象私人 但他也曾經因為打扮太過性感 而令到老公鄭家榮有眉言 日前陳凱琳在社交平台發問 說說差點又被鄭家榮罵 當日他原來因為穿上薄紗 更加疑似真胸 空前的中間部分可以說是透視到上圍 也都難怪鄭家榮會詐型的 除了中間部分而似真胸上陣之外 更露出兩邊爬滑的腰間 性感度加倍 76歲的葉麗儀近日擔任音樂會表演嘉賓 她入紅館之前 就被一班等了很久的歌迷捕獲 網上有幾段當時的片段顯示 葉麗儀見到歌迷迎接自己 就揮手打招呼 之後又停下 輪著幫歌迷在首幅和門票上 逐一簽名 她雖然戴著口罩 滿頭銀花 但看起來相當高貴 拍片的人和她距離都很近 而拍片網民之後說 歌曲《上海灘》的原唱 葉麗儀老師 現場在唱片《海報》上逐個簽名 熱情親切地和大家交流 真是一位得藝相興的老藝術家 而網民對於葉麗儀的狀態都很驚嘆 很多人留言說 她體態沒有變化 快80歲了 都仍是這麼苗條 近日有人發問 說在上水廣場見到女明星拍廣告 還說現場有很多人拍照 還標籤高海寧 不過真相是徐少強和雪梨的女兒 雪梨在15歲的時候 因為愛上有婦之夫徐少強 而聲徒盡偉 三年之後再生了徐永坤 而徐永坤2011年 在溫哥華華裔小姐選美奪冠 2013年選港者入五強 其實外表和高齡都相差甚遠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認錯是對方 天宮今天現身沙田馬場 見證馬王的誕生 問到有沒有興趣做馬主 他就說 都是先養點自己 我對馬有另外一些興趣 就是騎 我喜歡騎馬 我在馬會的屯門騎術學校 學了一年多 天獻有力 但如果真的有那天 又不斷改 講到早前擔任嘉豪演唱會嘉賓的時候 送了線上課程給對方 原來他自己都在進修 其實我在讀一些 類似工商管理的東西 因為我不懂 我覺得做音樂的人 經常都不太organize 特別現在開始 其實主要是歌迷會 其實因為是很難的 我沒有想過原來 要做好一個歌迷會 除了對歌迷之外 其實內部的行政 我們一直都 有一定的人員流動 即是同事 買面同事 因為不是每個人對 即是怎麼說呢 他們有些本身不是做這一行 或者不是跟著我帶 他們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之間 是怎樣溝通的 所以我覺得 你又要拿到一個管理的角度 但又要拿到家人的角度 其實不容易 所以有時候 譬如說他們安排得不好 upset了一些歌迷 我又會不開心 但是 在行政的管理上 我有時又 不懂得看著那些錢 所以譬如說 我們做了兩場生日會 我沒有想過會花那麼多錢 我想就想去就是 與其我請人回來 因為很容易的 我們都試過請過兩個管理層 去管理歌迷會 那大家很容易會把它當作是生意 其實不是生意 即是我們是一個 一個association 即是我們好像一個協會 即是Gather著一群支持我的人 而又不要令大家不開心